休息回來繼續今天的人生馬拉松新成財經台 除了有程海恩之外還有我的嘉賓 上個星期也跟我們講關於情緒方面的問題 抑鬱症就是陳世文醫生 Hello 陳醫生 你好 陳醫生上次我們講過關於一個 我自己初初接觸的醫療上高的儀器 科技上高 叫Deep TMS 看回我手上這個小小的策子 其實他也講到這個儀器很主要 當然他有其他一些功能 比如我們之前最開始講的失眠 他也可以處理朋友的失眠上的問題 另外我們這兩次講到抑鬱症或者焦慮症 都有提過這個技術 那你跟各位聽眾 這次我們單刀直入 介紹一下這個Deep TMS 其實他的原理 為何特別針對一些情緒方面的問題 的處理 情緒病 我想他的部機可以做到的 就是焦慮和抑鬱症 我們相信某一個腦部 可能他某些區域 例如他腦裡的存體物質 不正常 於是會令到他不可以做到一些正常的功能 Deep TMS 其實他某程度上 就是用了腦的磁力 的能量 密充能量 打到腦裡 希望去刺激他一些 我們說他分泌得不夠的血清素 令到他可以在不用藥物的情況下 都能夠改善這些症狀 所以這是他可以和藥物一起共用的方法 你是醫生 但我的理解就是 比如說情緒病 或者一些精神的問題 當然你的生理上缺少 譬如血清素 某些物質是一個原因 但還有另外一些原因 是嗎 某些原因就是 腦部的運作太活躍 某些區域他不懂得停止 還有一些他可能去控制他的情感 去控制他的驚恐的感覺 這些回路不懂得停止 於是他不斷地害怕 我們的DEEP TMS的原理 是希望用磁力的能量 去干擾腦部 令到一些不正常 過分活躍的腦迴腦得到平息 於是他可以令到症狀減退 我自己手上有一個小小的圖 來介紹 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做這個療程的時候 就像頭盔一樣 戴在頭上 他有一些不同的線 那些就是磁力的線圈 那些線圈 當是通電之後 就會產生磁力 這個就很厲害了 厲害在甚麼呢 即是科學家醫生 他們在研究一個人 他有不同的情緒病 譬如我們上次講的抑鬱症 又或者我們今天講的焦慮症 他們已經知道 哪一部分是有甚麼問題 如果抑鬱症是否代表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說 我們不斷做研究 因為你有不同的形狀 你處理不同的問題 是的 我們知道腦的結構是很複雜的 某些地方控制某些東西 我們大約會知道 但很精準 哪個位 有時我們都未必 在裡面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都未必知道 但大陸我們知道 某些區域是控制某一類情緒 我們特定的區域 控制某個區域 我們就會針對那個位 去做一個治療 譬如我們今天所講的焦慮症 我恐慌上個星期聽眾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如果沒有可以聽到我們的archive 不過先問一下陳醫生 譬如焦慮症 我見到焦慮症和抑鬱症 都是用同樣的一個線圈 去處理問題 但我們上次也有說 其實抑鬱症和焦慮症 都有點不同 雖然那個線圈是一樣 但當我們真正去做的時候 磁力默充的能量分佈 是有點不同的 無論用能量的大小 或者時間 每個治療期間的duration 做多久 對 做多久 能量多大做多久都不同 隔多久做一次 每一種病 我們會設計不同的補助 即是不同的補助 治療方案 對 能量也有少許不同 所以即使用同樣的頭盔 只要能量分佈不同 時間不同 都會達到不同的效果 我又想問一下陳醫生 如果相對於食藥 用這個DEEP TMS的做法 那它的效果會是怎樣 或者多久 我不知道藥物的成效 藥物通常 我們一新一批藥 可能會快些 他們通常要有用 起碼最少兩個星期 即身體才慢慢有治療效果 那DEEP TMS 都差不多要兩個星期 其實 只不過它可能會用原理 即是很接近的 但原理有少許不同 藥物可能要花很長的時間 如果說焦慮抑鬱症 其實我們的標準是半年 九個月才可以將藥物慢慢停 那DEEP TMS的好處是相對來說是快 我可能連續做一個月兩個月 其實已經開始達到它的療效頂峰 然後如果你覺得效果好 可以保持著保養 可能一個月一次 就不同的藥物 一直不斷地吃下去 還有它相對來說的腹狀相對大一點 DEEP TMS 我們都未見到它有什麼特別的腹狀 當然某些人可能會不太適用 那些我們就要離開它 例如呢 有些什麼 例如它本身曾經有試過發瘍 我也在想這個 其實是真的有個風險 因為我們始終的能量刺激 尤其是皮層 是會有機會刺激到那些細胞 刺激對那些運動細胞是抽的 因為做的時候 其實那個能量打到頭的時候 那個人都會感覺到面部的肌肉會抽的 手都會抽的 我們就是希望用一個最小的能量 最小的刺激 但是又不會傷到它的情況之下 就用那個能量 但是太多的話 真的有一個發瘍的風險 而且也有些人 如果頭部有金屬的話 那就做不了了 因為跟磁力共振一樣 你有金屬 磁力是會將那個金屬加熱的 加熱的話 就會有一個燒傷 甚至是退位的危險 所以凡是腦有金屬 有金屬 或者有陽間症的朋友 要小心一點 陽間症也要小心一點 不是完全不行的 要看它的發作得 是否嚴重 如果不是很嚴重 用低的能量 某程度上都可以用 年紀呢 有沒有限制 年紀其實在美國 可以從很小都做到 他們可能12歲都已經做到 但香港我們相對說 我們可能保守一些 我們可能18歲以上 才建議他做 可能他頂上下 可能60歲 因為太大年紀的話 我就怕他本身 已經有些構造問題 那就不建議做了 是的 陳醫生又回到我們最基本 如果說到 我們上次也有提過 抑鬱症 可能他背後也有些不同的原因 引致到 那麼焦慮症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會令到朋友有焦慮症 我想焦慮和抑鬱都一樣 其實沒有什麼特定的原因 壓力我相信是最常見的一個原因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用一些藥物 例如recreation 即是那些娛樂性的藥物或者喝酒 其實都會影響焦慮 也有可能本身的工作環境沒有改變 這些都是誘發焦慮症的其中一個原因 有沒有方法可以預防的呢 有沒有方法可以令到我們的情緒健康一些呢 我們經常說身體健康 但其實我們的心理都要健康 心理和生理其實是難分的 我發覺一件事就是 人的說話可以說謊 但身體是很誠實的 其實某程度上會直接反映到你的身心健康 所以我覺得除了叫人放鬆之外 你會發覺他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例如做運動 令到你自己的分散處理 對於焦慮抑溫是很有幫助的 減壓方法 運動也是一個不義的法門 沒錯 陳醫生我看你的樣子 應該都是一個挺有經驗的醫生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個案 有趣的個案跟你分享一下 有趣的個案 我想我見過一個 其實就是乘飛機很害怕的人 每次乘飛機都說很緊張 還沒買了機票 那一刻已經開始害怕得很緊要 他試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最後我也是用了一些PMS 跟他做了 給他試試 他說雖然他不是完全好 但他也說 他不會像以前那樣 想到這件事已經在害怕了 是 有沒有成功乘飛機 上飛機也是 OK 好 這個個案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有問題 記得請教自己的家庭醫生 今天謝謝程醫生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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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